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就是选对错 大家会排成一列纵队 当我说完题目的时候 小朋友们包括我们两位队长 就要在对和错当中进行选择 如果答错了的话就被淘汰了 题目答完之后 选手留得最多的那一队 在本轮比赛当中就获胜了 第一道题目是这样 请问 袁浩 袁浩 袁浩的 不是这样演奏的 袁浩 又称 法国浩 对吗 请选择 三 二 一 就大圣认为不对 为什么不对 之前我学过英姬 上的就是有各种知识 可是上的没有写过 它是什么什么 法国号 没学过就是你的知识盲点 袁浩就是称为法国号 大圣 你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到法国去问一下 法国号 知道吧 其实袁浩是非常不好吹的 但是吹起来声音是非常非常浑厚的 没事 大圣 来到旁边陪着我 其他小朋友都答对了 来 请听这首歌 大河香东流啊 天上的星星残碑斗啊 说走咱就走啊 你有我有什么都有啊 请问这首歌我的歌词唱对了吗 我哪唱错了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不就什么都有啊 祝贺孩子们 请听题 真心了你的改头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眼 你的眼儿戏又唱那 好像那树梢的晚月亮 我这首歌儿唱对了吗 现在做出选择吧 对嘛 唱得很 你过去啊 你过去 留你一个 激动哥 你知道我哪唱错了吗 我记得好像是什么眉毛 没有什么眼的问题 是不是 你看 你的眉毛稀有 哪有你的眼睛稀有长呀 我刚才唱 你的眼睛稀有 我应该是你你眉毛 我唱错了 我答对了 所以你们三位不好意思 可态了 最后一道题了 腰骨 铃骨 木琴 都属于打鸡月 对吗 请选择 一二三 激动哥哥你怎么想的 反正不动不打了他不想 对 对 对 所以你就想你蒙一个 你也要蒙成个对的 对吗 我刚才说的都有什么 领骨 领骨怎么 怎么打 腰骨 对 肯定是打 对吧 木琴 所以你的回答是 对的 没错 就一个人对了 就你一个人对了 咱们是冠军 咱们是冠军 我就代表你们 那接下来就要给金豆哥哥队的小朋友奖励了好不好 对 李浩泽 我听 然后嘴笑的最大 哈哈 哇 还露两颗牙 给你画一个 来 大眼睛 像你一样 哇 漂亮的睫毛 然后 还露一颗牙 哈哈 哈哈